我們當時玩的一個 因為我們不是不能公開 我們玩了一個情侶的城市 然後那個城市就是 你要每天去交花 然後他就會長那個 對 然後如果 因為像我永遠都是停留在兩天 因為我每次第二天我就忘記了 然後老公的時候截圖給我的是 他還在交花 對 然後重點是那個城市 我分手的時候我就退出了 所以帳號密碼我都忘記了 好忙碌 天啊 他到現在都還在用 你不嫁他嫁誰啊 對 是不是 對 巨蟹座的人就是 你愛多少年 他就要花多少年去忘記 對 是巨蟹座 愛有多深 忘就要多久 我問他 我老公就是巨蟹座的 所以他也吃了 回頭找 妳們兩個是 他找妳 還是妳找他 誰先分誰啊 是我把我老公追回來 但是主要先聯絡我的是他 因為他那時候跟他朋友 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需要跟藝人有一些合作 所以他那時候就聯絡我 然後就發現說以前 可能比較不 我們比較會爭吵的地方 或者是比較不成熟的地方 我們因為過了七年 大家都有所成長 然後就慢慢慢慢我就覺得 欸 這個男生我不能再放掉他了 所以我就把我老公追回來 如果硬要講他是 真的 我們那時候分開是因為 我當初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不能公開的 那我覺得巨蟹座的男生 其實是偏比較沒有安全感的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可能那時候 妳也知道我們就是走路走一走 可能看到別人 就要趕快放掉或是什麼 那如果說他要送我來上班 還要可能 不能送到電視台門口 要在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再自己走過來 那如果說朋友約吃飯 那可能喝點小酒 他也不能來 那他就會擔心會緊張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 因為這種事情吵架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我們中間有經歷我妹妹離開 我那時候身心靈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種事情而分開 對 然後後來我們和好 其實我覺得我老公巨蟹座 很念舊的原因就是因為 比如說我離開七年 可是我回到家 我後來又和好同居 就發現 哇 雖然我們分手七年 可是家裡很多我的影子 比如說有一次我在打掃 我就看到地上有一張機票 我就撿起來 結果打開 2015年是他跟我去日本的機票 那一次是我們兩個人 第一次一起出國 所以他就把這個機票就留著 那你就會覺得 哇 很暖 這麼念舊 好愛你耶 妳要想到他這幾年活得多思念 我覺得好痛苦喔 可是因為我老公 真的是一個比較念舊的人 然後我們後來 其實我真的會感動 是我們那時候和好的一個sign 就是反正有一天我們就在聊天 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分手的時候 有一起分手 快要分手的時候 一起合養了一隻貓 我就說啾啾現在幾歲 他就跟我很精準的講一個 六歲幾個月 我現在已經有點忘記了 我就想說 嗯 妳怎麼記那麼清楚 對 結果他就結了一張 我們當時玩的一個 因為我們不是不能公開 我們玩了一個情侶的城市 然後那個城市就是 妳要每天去 交花 然後他就會長那個 對 然後如果 因為像我永遠都是停留在兩天 因為我每次第二天我就忘記了 然後老公那時候截圖給我的是 3088天 他還在交花 對 然後重點是那個城市 我分手的時候我就退出了 所以帳號密碼我都忘記了 好棒 現在還在弄 天啊 他到現在都還在用 妳不嫁他嫁誰啊 對是不是 巨蟹座的人就是妳愛多少年 他就要花多少年去忘記 我們那時候交往三年 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去忘記 所以他交了三年的花 後面就變成習慣了 後面就是其實已經 雖然說心裡面放下 後來就是他有跟我講說 其實 因為我們共同朋友很多 所以朋友都會跟他講 因為他看不到我的資訊 但他朋友會跟他講 就是還是很祝福我啊 就是希望我就是過得快樂 那我不開心的時候他就在我心 就是自己在心裡面就是想說 可能有什麼 就是可能透過朋友 然後給我一點關心或是怎麼樣 對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我就覺得 好注定的啦 注定的 真的 你不可能再遇到這樣子的男生啦 對啦 而且重點是我們那 你們再不會再回頭潮了嗎 不會 還要再回到哪裡啊 他車已經停好了 到底要連任到什麼程度 再回頭不一定 已經回到原點了 他也在賓上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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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